深卡调试在调什么 以及你是否需要深卡调试 本期一个视频就搞定 大家好 这里是努力成为会收拓修的音频硬件区创作者萧然 深卡调试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当我们新手呢 买了音频设备之后 很多是不会设置对应的驱动的 还有麦克风的摆放位置 还有距离的 不用说新手了 那甚至很多玩音频设备两年半一年的选手 在麦克风摆放方面 也是处在一个小白的水平 麦克风理嘴的距离 又是大家经常忽略 那也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距离到底有多远 是取决于你的环境怎么样 这也是一定的技术问题 就像前几天 在我出完如何挑深卡必坑的视频之后 一堆混字人也仿造我的视频 出了一些所谓的深卡调试必坑视频 而我在挑深卡如何必坑的那期视频里边 提供的一些真正可以必坑实操的部分 他们的视频里也都没有提及 他们提供的方法也只是流于表面 并不足以能够判断这些调深卡师傅的素养到底如何 其中他们提到的判断这个调深卡师傅技术如何 首先用麦克风背面说个话 看他是否能听出来 遇到的某些烂的麦克风 那捋这么小音头的 不论是正面还有反面的声音 那都是很糊的 只是糊的质感不一样 所以在深卡调试的过程当中 有一部分的服务是处理摆位摆放设备 以及设备的初期安装沟通 麦克风的摆位指导以及空间上的调整 麦克风的距离 还有帮你设置到合适的麦克风音量 以及帮助你声卡的效果方面的路由大通 以方便与你的声音进入到下一步的进效果器里边当中 这些对于后半的效果呈现也是相当重要的 很多问题能够在前期录音的时候解决的 都得回溯到前期来解决 没有三连的宝 麻烦给个三连吧 因为你的三连是我更新的动力 你这三连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一票 我一票 老肖明天就出道 你不投 我不投 老肖啥时候能出头啊 爱你有宝 那第二部分的调试 才是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的调 机架 机架的名词呢 不是沈阳机架 也不是炸机架 那甚至不是铁板机架 它的来源是跟随着很早很早 我的实时K歌宿主软件 Live Professional 它是一款实时的能够加在VST的 真正的用在K歌现场里边的宿主程序 这种呢 就是为了实时直播而生的 你看它的效果器上面一栏一栏的 像不像专业的服务器机架 一优的二优的那种 很多朋友就管它叫做机架 那调声卡 它也叫调脉 是基于人生的一种润色 相当于主要调整的是 人生唱歌部分的模板预设 这一部分呢和歌曲混音里边的人生调整部分呢 有所相同也是有所不同的 相同的部分都是用着同样的效果器 不论是压缩还是均衡 但是真正的混音呢 针对的更多的还是有其他的乐器声部 是多部分的声音上的平衡 比如说吉他呀 鼓祖呀 乐器的摆放啊 还有响度的平衡啊 这些都是对混音师有一定的技术要求 在混音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使用更多的 automation自动化的控制的组件 来调整歌手在演唱的整体情绪 比如某个字词的声音大小啊 以及说某些尾音的处理 甚至可以用autotune 来进行更精细化的修正音高 而声卡调试的核心呢 更像是现场演出里边的PA 所以有一些人认为 调生卡的和混音相接近 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因为混音方面 你可以用automation自动化处理 让人生的情绪更饱满 就是该大的地方大 该小的地方小 你还可以使用切片的方式来做特效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呢 给你们展示了 所谓的调生卡的案例效果里边 已经开始玩声贴障混音带进修了 这也是验证了 我之前节目里边聊的 为什么说调生卡给你提供的 样人不靠谱的原因 而在专业的分轨混音的过程当中 你把控的更多的是整体 而在声卡调试的过程当中 伴奏已经是成品了 你只能说是尽可能的 让人生和伴奏在现场演唱的过程当中 混在一起 所以从和音频这些从业者之间的关系 声卡调试呢 我认为更像是现场演出的PA工程师 而相比较后期混音来讲的话 声卡调音可使用的选择呢 也是相对来讲少一些 你可能会说那歌手唱歌跑调 给他撞个autotune 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如果你跑调的特别的离谱 autotune现场他也拯救不了啊 基本的需要呢 就得维持在半个音高之内 咱举个例子啊 如果这个歌曲是一个C大调的歌曲 那音高也就是CDFGAB了 他会自动的判断你唱的声音 更加接近于哪个音高 比如这个字要的是C 那我唱的更加接近于A 那么自动的这个处理方式 他就会往A的方向去修 所以你看要的是C 但是他修到了A嘛 所以他也是跑调了嘛 自动修音也只能拯救一部分轻度的跑调 那重度的 基本都是后期靠手动拉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声卡战士 而大部分其实是假唱战士 那基本上假唱战士 是给录音棚里边录好了这首歌 然后在现场里头对口型 而声卡调试呢 不需要针对每首歌来进行调整 只需轻度调整一下混响 兼容更多风格的伴奏 而录音呢 追求的是单个作品的最大程度上的 完美程度的效果 第三部分 声卡调试其实还有一部分 在干嘛 在什么修电脑 你可能说 那为什么还有修电脑的节目呢 干过这行业的朋友呢 都知道你肯定会遇到过 系统也对 驱动也对驱动加系统就装不上 装上了不识别 那么这时候马上你调生卡的就要化身为修电脑专员 比如某个入门级的直播声卡 他在他的古早版本的驱动的时候 驱动装完了有黄色感叹号 声卡也没出声 也不识别 后来通过一些小办法才能够让他识别 这个时候你这不就化身为修电脑的了吗 至于说你到底要不要找一个调生卡的师傅 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你是要实时录下来的声音里边带有效果的话 那你就需要去找一个 如果你只是说录下来自己的声音 自己做做基础的声音编辑 那就不需要去进行声卡调试 这个需要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判断 另外如果真的有需要调生卡的 有想找我调生卡的也可以私信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是来帮助大家 告诉大家调生卡都在调什么 这些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定的认知 而不要去进行盲目的去找对吧 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本期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